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乡亲一直到现在全台湾的民意 我们还是始终敌 好不好 这个不是台湾人 不是什么人 这个是我们兄弟嘛 四十几年在我们这儿奋斗的嘛 必须讲一个就把宋楚瑜的声望高到不得了 因为他得罪了李登辉 那李登辉一出手 结果你就看宋楚瑜应声倒地 属于已经在今天的下午正式向我党主席李登辉先生请辞中央常委 同时也向人间院长请辞台湾省省长的职务 既然已经把人家动掉了 还是要给人家一些喘息的机会 而且对于宋省长个人的一些心情 我绝对可以体会 也可以这个理解 所以不要赶尽杀姐 我也不怪中央说他没有钱 但是我很愤怒地说 我们在这边关心这件事情 把金兰用成澳洲的语言 说宋楚瑜再三台 各位相信不平吗 高雄淹大水 宋楚瑜直接下去 穿着雨鞋 那个水积得到膝盖那么深 等到他选省长的时候 他已经跑全台湾省309的乡镇 已经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要为省医 铁牛骨骑 这正式鼓励跟省府团队 一再有后 一天当两天的一省重力 他2000年选总统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要管他 还欠他 要还给他 那做秘密的这个省府省人 哪里有钱啊 一圈都会来啊 你跟普通人就知道了嘛 会招式人啊 是他们用检掉单位 来对付我也好 我可以向大家非常明确的标准 那就是宋楚瑜问心无愧 2000年他差33万票 跟总统私事交备以后 他可以想选的都想过 甚至去选了台北市长 那个对他来讲是 已经是羞辱到极点 因为只有5万票 宋楚瑜的确创造太多的政策 的惊奇 他一生在权力变局跟破桃中翻轨 打出自己的天下 有争议有惋惜 但是他绝对是轰轰烈烈 写下很多记录的 在这边郑重地宣布 宋楚瑜正式退出台湾的政治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周围 谢谢我接受民众对我的这个决定 我会快快乐乐地 然后呢 潇潇洒洒地陪万水 走往未来人生的大路 1974年 一个32岁的年轻人 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回到了台湾 进到了行政院 担任检任秘书 当时他一回国 就可以担任行政院长 马上担任行政院长 英文翻译 那么以国民党当时宫廷政治 在选任人才的时候 他的出身背景 政治协同 再加上宋楚瑜本身的谈吐 外在的条件 各方面 我相信当时在蒋经国心目中 他应该是一块值得栽培的普遇 1977年 宋楚瑜被蒋经国任命为新闻局副局长 开始了他当官的日子 上任不过一年的时间 这个36岁的政坛菜鸟 却得面临超乎他经验所能够面对的巨大变局 中美断交 据说当年驻台大使安克志 电告宋楚瑜要安排隔日和蒋经国总统会面 宋楚瑜惊觉大事不妙 夜半直奔西海观底 有人问到他 说那你不怕吗 那时候蒋经国对大家来讲 也是一个半军如半虎的那种感觉 那宋楚瑜他讲 他说其实那天到官底的路上 他全身上下是发抖的 所以他对于半夜里去敲门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心里面也是举棋不定的 也是非常不安的 他等于是在关键时刻去冒了一个险 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 对我断交的决定 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这场国际瞩目的记者会 年轻俊俏的新闻局副局长 宋楚瑜可以说是抢劲的风投 他不疾不虚不卑不亢 一次一句清清楚楚地表达了 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 对于美国这种行动而引起的一切后果 都应该由美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中美断交后的一个月 宋楚瑜升任新闻局长 在他之前的立任局长 没人比他年轻 那一年他36岁 蒋经国他看人看得精准 他把宋楚瑜摆在一个 他可以尽情发挥的位置上 我觉得要四十几岁以上 才大概都记得宋楚瑜当年的风云岁月 那有人讲说什么 宋楚瑜就是当年的这个马英九 那很多媒体就去访问那些大学生 你欣赏谁 宋楚瑜 你欣赏他什么 然后讲不出来 也许他鼻子长得很漂亮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 说实在宋楚瑜那时候 就已经是年轻气盛了 那时候还有老委员 老委员质询他的时候 常常宋楚瑜就跟他们 有时候就对干起来 很少看到这么一个形象这么鲜明的 口才又好 阴气低人 那种锐气勃发的那种形象 活在旧时代旧思维的国民党政府 经过了宋楚瑜的擦枝抹粉 终于是见识到了 媒体宣传的威力还有魅力 不过换一张白脸操作媒体 这可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还有学问 他对于这个媒体的运作非常了解 他内部有开班 训练一些发言人干部等等 那时候就有流传出来 就是说包括说他告诉大家 宋楚瑜自己亲自写的 他那个教材里面 他告诉你说晚报是几点节稿 所以重大新闻 比如说重大新闻 你就要在差不多 接近这个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 他只能去报道 他比较难去再去找相关的平衡 或什么等等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记者喜欢什么样的新闻 然后标题的制作的一些原则 他相当内行 他在新闻局的时候 他在各大媒体 广播的电视的 平面的 其实都有他安排栽培的人 而这些人马在媒体大小四会立刻回报 宋楚瑜将驾驭文思和媒体的能力 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位行销高手 他在新闻局长任内 曾经重心邀请亚兰德伦 伊丽莎白泰勒等等的国际巨星来到台湾 将金马奖 推上了国际的舞台 举凡和新闻局业务相关的颁奖典礼 你经常可以看到宋楚瑜 这个官和从前大家认知当中的大官 似乎很不一样 因为以前国民党来讲的话 那是官威啊 官威浩大的 未必能跟他们讲 所以他展现的跟他们是非常的亲民 宋楚瑜当年恐怕等也没料到 钳制言论自由 竟然会成为日后慢慢政治路上 他怎么抛都抛不掉的沉重包 党外人士就认为说 他是钳制台湾言论自由的杀手 那当时党外杂志盛极一时 那在那样的一个环境跟时空环境里面 那宋楚瑜这个一定首当其中 他必须扮演那样的一个角色 也许也有人会认为 他可能也乐于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正好是符合当时国民党的一个 当时这样的一个走向 新闻局长干了六年之后 1984年 蒋经国将宋楚瑜调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出任文工会主任 在以党领政的年代里 党的文工会掌控了一切宣传工作思想控制 宋楚瑜从局长的身份 变成了局长的大老板 宋楚瑜那段时代 已经是台湾的民主运动 风起云涌的 街头运动每天都很多的 所以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宋楚瑜当时也必不可免地 在政治上留下了很多争议跟批判 把当时认为说 国民党打压本土融化 不准让那个限制闽南语剧播出 甚至不再去播出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错 全部由宋楚瑜来盖瓜承受 1987年 蒋经国在去世的前一年 让宋楚瑜升任党的副秘书长 紧接着进入了李登辉时代的 十年当中 宋楚瑜还历经的是一场 又一场兴风邪雨的公主内斗 1988年蒋经国去世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李登辉当时战战兢兢地坐在大位之上 放眼过去文武百官 没有一个人是自己的人马 四面楚祸的情况之下 李登辉他如何应付 暗潮汹涌的公平斗争呢 在代理党主席之争 还有正副总统 离免这两次关键的时刻 多亏时任国民党副秘书长的宋楚瑜 他挺身而出临门一脚 才稳住了李登辉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那种寒冬送暖 雪中送炭的恩情 也开启了李宋两人 一段情同父子的岁月 不过宋楚瑜也因此得罪许多的党内大佬 这些当年种下的土 往后在政治路上都得还 比方当1992年 国民党在三合一选取大败之后 党内要求秘书长宋楚瑜下台的声浪 排山倒海而来 眼看着宋楚瑜就要倒台了 李登辉他出手了 而且还送给他一个大领域 官派国主席 我们继续就来看宋楚瑜李登辉 那一段如胶似漆的甜蜜时光 行政院孙院长在今天亲神 因为突然感到头昏 手脚无力 所以今天已经进到医院去进行身体检查 孙英玄的中风打乱了蒋经国的接班计划 低调沉醒的李登辉终于浮出了台面 在试探力宝四面楚祸的情况之下 宋楚瑜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大拥抱 特别那天看出殡的时候 那你说那个灵车出来 然后蒋家的家属跟在后面 那我就看到那宋楚瑜 站在旁边就立刻就病到 那个家属的队伍去 那你说他跟家属熟不熟 熟 但是那个动作会让人家更觉得说 他跟蒋家 亲从家人 就是蒋经国跟他是亲从父子 蒋经国时代结束 揭开了国民党内惨烈斗争的训目 富人派 官邸派 暗自算计 尔虞我诈 蒋经国生前所清点的副总统李登辉 他什么派都不是 偏偏宋楚瑜 他眼光独到 压对了宝 我想每一位同志 和别人一样 心里上有关我们的痛苦 1988年1月13号 蒋经国促世七海关底 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 这个大位来得突然 李登辉的角色会和严家干一样 只是一个过渡总统 请自此向全国人民宣传 以地理遵守正法 尊重之路 尊敬人民福利 发挥国家 军队七十七年十三年十三年 他最新了 我妈说就选择做总统 但是做总统的时 你想想 看看 無關的反對人只有一個比虎 沒有軍隊啦 軍隊不可以派明 進來進來進來進去 也不知道 手也沒有... 沒有冠線 也沒有錢 也沒有什麼財務 也沒有錢 對不對 要怎麼來這裡大的事情 要開花給他們好錢 他在那些任務 這些外省軍頭啊 什麼東西啊 他是非常有一點疑惑 當晚他是趙劍 趙劍將軍 你說什麼曾將軍啊 對 我跟他走 你是中華民國的義工 我一定保護你 找到兩位蔣總統的路線走下去 我們都是支持他 後來沒有想到他 但是我是第一個發現的 所以我同他要翻也翻得最糟 李登輝剛剛接班的時候 他堅持他的這個安全回護人員 國安局人員 還有參警政事務派的警衛當中 他心裡面感覺到害怕 他剛進任總統的前100天 他也看一看呢 機關 學校 公司 行號 全部都沒有把它掛上總統的校像 都還是把它掛成副總統的那個位置 國安期間 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 暗潮洶湧 在以黨領政的年代 掌握了黨的機器 才是真正掌握實權 當時其實李登輝 他心裡面想說 只要讓他當總統他就OK了 其實對黨主席他接不接 說他代不代理 他並真的是不在意 那其中其實李登輝當時 當天緊張的晚上沒說 有個人認為說 其實他的志望在黨裡面 我實際上怕國民黨的黨 裡面都不是那麼深 有不同的意見 也有人當時有疑慮 是不是要把蔣夫人 找回來當當局 或是請余國華來當黨主席 那當時我的想法是說 既然以前 以前這個蔣介石 蔣清國兩位這個總統 他們都是以總統來兼這個 擔任國民黨黨主席 那到了李登輝 第一個台灣人當總統 突然就不給他當這個黨主席 其實是不好 所以那個時候在立法院 那麼我們就發起一個這個 來支持李登輝 來擔任國民黨黨黨主席 事實上當時絕大部分的 中常委是支持李登輝 擔任黨主席的 不過宋美齡寫了一封信給李幻 其實蔣芬真的心內容是說 能不能等到國上辦完了 再來去處理代理主席的事件 大家都搞錯了 以為蔣宋美齡跟那個 這個金國先生不合的不對的 他那時候跟蔣經國後來很親的 所以他過世之後 蔣宋美齡心情被他躺到床上 恐加 天天在這個床旁邊就說 阿娘你接黨主席 你接黨主席 結果蔣宋美齡就用英文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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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1月27號 國民黨中常會 李登輝繼任黨主席議案 遲遲沒有言出 列席身份的宋楚瑜 他出乎意料之外的舉手發言 他列席本來沒資格講話 他就說這個 我列給你聽 他說大家都簽名同意的事 為什麼還要拖下去 如果這個時候 案子不予通過 對國家社會的傷害 將一天大過一天 多拖一天 就對不起金國先生一天 這就是台北政壇耳熟能詳 所謂臨門一角的故事 外界都認為宋楚瑜這臨門一角 從此和李登輝 建立起情同父子的情感 但其實李宋兩人都明白 當年李登輝接任黨主席 幾乎已經是既成事實 包括蔣家仁也沒有多大的意見 講聰明的話 你就是私事物者為俊傑 那宋楚瑜應該是四十五者為俊傑 而且他機關算型 他是真的很會算 而且他真的能夠知道說 你看那時候講 李登輝接大位的時候 不只宋楚瑜支持他 包括蔣孝偉他們 通通都支持他 認為就是蔣清國的接班人 1989年 宋楚瑜升任黨秘書長 在李登輝還不熟悉 黨內事務的情況之下 宋楚瑜他大權在握 協助李登輝一步步清除掉 攀上權力高峰的政治阻礙 他剛開始的時候 完全沒有這個政治手腕 他很害怕他就做這種 就像江澤民 他突然間被鄧小平 搞到北京去的時候 嚇得要命 他完全沒有 不知道怎麼辦 李登輝剛開始被 蔣清國七八度 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後來蔣清國死了 他當總統 有幾個人幫他 幫他 讓他學會了 或者幫他搞了這個 中國傳統的公平政治鬥爭 這一套技術 這些人就是 那都是外省人 李元初是一個 宋楚瑜是一個 還有死掉的蔣燕氏 這三個外省人 李登輝 我認為他 但是他知道是要怎麼樣 登頂的 自由萬歲 自由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李登輝戰戰兢兢 當了兩年多的過渡總統 1990年2月11號 國民黨召開臨終全會 決定提名正副總統人選 黨內民主派提出了票選的方案 但是支持李登輝的人士 則是主張起立鼓掌通過 就在雙方唇槍舌戰之際 林陽港提出臨時動議 立即休會 由秘書處來準備選票 我說阿港伯 你為什麼這麼關鍵的時刻 關鍵的時候 你不堅持 他說謝秋公對我有恩等 謝秋公我講話他看著我 表示我講每句話他都聽到 但他不處理 所以我不能夠去要求謝秋公 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 這是我的本分 我聽到他以後 我覺得他真無福 台灣政治人物還有這樣子 林陽港多年後回憶 雲淡風輕 他說一個人不能夠 為了爭奪大位 而忘恩負義 當年如果謝東銘 優先處理休會的臨時動議 李登輝很有可能 在那一天就下台一舉功 中華民國的歷史就此改寫 結果第一次投票 97票贊成記名投票 79票贊成起立鼓掌 李登輝派大半 97票就79票 這時候李登輝就已經叫人 寫了退選聲明 退選聲明 他退選聲明握在我手裡面 都被我的手心的汗捏死了 他覺得那時候已經要退選了 這是李登輝政治生命當中 最驚恐的一刻 即臨門一角之後 宋楚瑜再度挺身而出 這個時候 宋楚瑜突然跳出來 他又講了一番話 他就說這個黨內有一股 不安的力量在醞釀 黨內呢 有人要怎樣怎樣怎樣 講完這個話之後 支持這個 李登輝就紛紛上台表態 每個都各書幾件 最後做這個決議 就再投票一次 再投票就翻盤 宋楚瑜再度的保駕護航 這一役才是李宋秦桐父子的開端 除了護駕有功之外 宋楚瑜他首將有成 他在擔任黨秘書長期間 勤走基層 全力輔選 當時國民黨裡頭 人家用了董德選舉的兩個外省 一個李宦一個觀眾 那宋楚瑜大家覺得 這方面一定非他所長 就宋楚瑜下去以後 他勤跑基層 一個非常的勤奮 熱情的握手 放低的身段 豪邁的笑容 然後臉上非常關心的表情 那我想有人說這個宋楚瑜是作假 但是我覺得說政治人物就是天生的演員 有些人天生就有這樣的魅力 大小選戰 國民黨功無不克 戰武不勝 卻在1992年三合一選舉慘遭滑鐵路 國民黨大敗宋楚瑜領舊辭職 那麼按照國民黨當時的一個傳統 其實秘書長不一定要下台 但是必然也受到相當大的一個責難 那麼再加上之前反對宋楚瑜的那些 黨內的勢力的權力反撲 眼看宋楚瑜就要倒台了 但是後來經過李登輝的權力的 安撫黨內的反對勢力 李登輝最後出了一招 《中國時報》的頭版頭體 突然登出就是說這個 李登輝內定宋楚瑜接台灣省的省主席 那個新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 因為一個敗選辭職 大家都以為他政治生命 可能受到很大的挫折 沒想到不這樣反身 宋楚瑜那個辭職之後 反而李登輝給他一個大領 就是省主席 在外界的眼中 台灣省主席這個位子 也許只是一種政治上的重擁 但對於宋楚瑜而言 這是繼新聞局長之後 又一個大戰長才的好機會 在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當年在李登輝的眼中 宋楚瑜當然是個足智多摩的 蕭勇戰將 要打天下 怎麼可能少了他呢 我說到了這天下 李登輝他就有不同的考量 半山連戰 顯然比宋楚瑜得到更多的關愛眼神 1993年 李登輝提名連戰為行政院長 留下的省主席這個位子 就由宋楚瑜來接 表面上宋楚瑜他遠離了政治核心 但是在離開台北之後 宋楚瑜他的天空 反倒是更加的寬闊 他率領著省府的團隊 踏遍了全省309個鄉鎮 卻一圈又一圈 宋楚瑜可以說是 把勘災政治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哪裏有災情 哪裏就看得到宋楚瑜 他成功塑造出 自己是經國總統船員的形象 經過一年多的辛苦耕耘 1994年有了民眾熱情的報告 民進黨當時喊出了400年來的第一戰 台灣人要選自己的省長 結果一個湖南人宋楚瑜 他拿下了472萬張的選票 打敗了對手陳定子 宋楚瑜註定歷史留名 他是第一任的民選省長 但他恐怕也沒有料到 在李登輝的盤算當中 他也將成為最後一任的台灣省長 宋楚瑜 加油 宋楚瑜 宋楚瑜 加油 宋楚瑜 加油 宋楚瑜 加油 哇 那個沈主席 沈主席的位置是更本土的 更鄉土的 宋楚瑜能夠擺平得了那些省議員嗎 宋楚瑜在大家的懷疑當中上任 結果大概也是不出一年的時間 果然 這個就是宋楚瑜 我說他政治手腕的厲害 1993年 宋楚瑜遠離台北政治權力核心 帶著他的團隊 進駐了位在南投中心新村的省政府 上班的第一天 幕僚幫他準備了一份 全省309個鄉鎮的地圖 還有一輛可以上山下海的 9人座鄉行車 在宋審長身上 看到了當年金國先生的影子 他最招牌動作就是伸出頭來 在那個鄉行車上 他就是行動辦公室 電話傳承機什麼都有 然後他要到 譬如說他那時候 309的鄉鎮 譬如說他有的地方來三四次 他要下車之前幾分鐘 夏龍就會唸給他說 你這個地方你來第幾次 你上次來說了什麼 答應過人家什麼 然後你這一次你要做什麼 那個基本他記性又好 所以一下去就開始說 今天是處於來到這個地方的第三次 然後我們上一次來的時候 你們什麼什麼 你們還插一條路 你們這個地方建設 本來要幾年完成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他是如主家珍 我常常講一個政治人物 你不要管他是裝的還是真的 只要他持之以恆 假的也是真的 宋楚怡至少這點是做到 他跟蔣經國一樣 穿個假課 或者穿個中文的那個青年裝 到處走 你看他訪問過的地方 然後都會交代幕僚 有些什麼問題 然後會立刻回信 告訴他做得怎麼樣 那這一點就是蔣經國 非常明顯的作風 一件白夾客 一雙長雨靴 哪裡有災情 宋楚怡第一時間趕到 他和民眾之間沒有距離 大夥吃什麼他就吃什麼 不管冷的熱的 通通大口的往嘴裡送 經過電日新聞的大力放送 宋審長行政愛民的形象 深知人心 我們阮縣長今天不但來 是跟大家來同場 真是私底下 又是向我要來掏錢 他是想拿兵飛空 掌握龐大行政資源 宋楚怡對地方上的要求 幾乎是有求必應 要錢的給錢 要人的就給人 在他要求之下 神輔團隊展現出 前所未見的執行力 宋楚怡他的民意支持度 像是搭了火箭一般 一飛沖天 等到他選省長的時候 他已經跑全台灣省309個鄉鎮 已經是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然後呢 他的做呢 就是會讓你覺得說 他是真的很願意 要跟你做朋友 然後也非常信任你 而這些人就是說 他還有個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是他的這個親信 你隨時打電話 你就可以跟他通上電話 那種你被受重視的感覺 你會對他死心大地 1994年台灣省長開放民選 民進黨推出曾經擔任過 宜蘭縣長 形象清明的陳定南出馬角逐 喊出這是台灣人 400年來的第一戰 至於國民黨呢 宋楚怡和吳伯雄都想選 就看誰能夠得到 黨主席李登輝的青睞 你想選省長 也最該選省長 是吳伯雄 那吳伯雄那時候 還喊出一句話說 就算只剩下阿里山 我也要選省長 而且那個時候 大家感覺吳伯雄本省人 這好像就是應該他走的路 怎麼會由一個外省的 宋楚怡來 有一張照片 而且我相信他們兩個人 都知道有母親子在拍 他李登輝的手 不是搭在宋楚怡的肩膀上 是放在宋楚怡的背後 而且手拍著他的腰 就那張照片一出來 媒體也報道 就說李主席這關愛的一摸 已經就意象非常清楚 這不是台灣人 不是什麼人 這是我們的兄弟 台灣人四百年來的第一站 也是宋楚怡接受民意檢驗的第一站 他的宋家軍 是否能夠再度推響勝利的號角 宋楚怡那時候也很驚 他找了諸葛亮 我記得那時候 一度追諸葛亮 因為他會去用那種名嘴牌 還有他也請出過去 可能在新聞局長任意 因為大家認為說他是查禁者的一個角色 他反自回來 他邀請那個黃俊雄布袋戲 幫他做助選 宋楚怡以前根本就是 根本可以說不會講台語 那他這個在參選審長的過程當中 第一次公開演講 我記得是中南部的某一個地方 演講場的第一場 他練了很久 他想要全程用台語 結果當時其實電視也有播 他當時真的講得坑坑巴巴的 宋楚怡在選舉的時候 講到有嘴無亂 但是當選以後就看不到人 這種的政治 我們賣的對不對 對 選舉結果 宋楚怡拿下了六成472萬張的選票 擊敗了對手陳定南 他成為台灣史上第一任的民選省長 非常感謝 陳審的鄉親父老 也處於這麼多的鼓勵 跟貪行 我再次來向 各位表示真誠的感謝 謝謝大家 但是命運弄人 宋楚怡他也將會是最後一任的台灣省長 1994年宋楚怡當選省長之後 他的身世如日中天 民意支持度突破了八成 甚至高估了總統李登輝直逼大位 但沒想到1996年 國發會突然做出了動省的協議 表面上看起來是要提升國家競爭力 一種制度面上的改革 但有人說呢 其實這就是李登輝當年 一步步走向台獨的操作痕跡 而至於就宋楚怡的個人感受而言 這動省呢 擺明就是衝著他而來 外界也認為 台北政壇產生了葉爾卿效應 所謂的葉爾卿效應呢 就是當一個地方首長 他的民意支持度高估了總統 那這個總統還幹得下去嗎 宋楚怡他功高震主 也終於遭到了李登輝的反制 曾經情同父子的李宋良 因為動省反目成仇 從此形同末路 即1994年宋楚怡成為第一任 台灣民選選長之後 李登輝也在1996年 以581萬張票 五成四的得票率 當選了中華民國首任的民選總統 秦鴻負責李宋兩人 雙雙登上了個人政治生涯的巔峰 但卻在費一省動省的十字路口 反目成仇 從此形同末路 水火不如 我也不怪中央說他沒有錢 但是我們憤怒地說 我們在這邊關心做這件事情 他竟然用很惡舊的語言 說宋楚怡在山台 各位相信公平嗎 宋楚怡他在地方上扎根太深 當一位省長的民意支持度 如果超過了總統 是否就會產生所謂的葉爾卿效應 功高震助 對李登輝來說 這些外省金仔 或者外省老軍頭 你再大的威力 他只要打出一個外省人去 外省軍頭欺負本省總統 就解決了 所以不管你功有多高 你贈不到他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還跟那些 那些政壇人物講 你們不能再教李登輝了 你每個人都教他一套 你再教他 因為他掌握了總統的權力的時候 你們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不管你的功力再高 不管你的人脈再廣 通通通會被他收編 1996年底 在李登輝主導之下 國民黨和民進黨在國發會上 以提高效率為理由 達成了動省的協議 停止省長 省議員等公職的選舉 所以不管你是什麼 民選的省長四百年來第一站 沒用了 他說廢就廢了 中華民國的競爭力今天之所以有一些問題 全然歸屬於台灣省這個省的存在 或者是台灣省政府和省議會的存在 把它去掉 然後我們國家的競爭力就會增高 屬於對這一點 要代表我們所有台灣省的這些省政府的工作人員 表示不能夠接受和不能夠同意 宋楚瑜馬上就反彈了 那在宋楚瑜的心裡想著說 這麼重要的事情之前 怎麼李主席都沒跟我講 他心裡非常的不平衡 我覺得這種不平衡 一方面是覺得說他被忽略了 二方面他可能也隱隱地覺得 在未來你認為腦海中的下一步的布局 可能沒有他的一個角色 表面上洞省的決議是制度面改革的就事論事 但是曾遭冰凍的宋楚瑜心中 卻認為這根本就是衝著他而來 湖南裸子了一口氣 這怎麼可能驗得下去呢 經過了幾天的場考之後 宋楚瑜在1996年的最後一天掛官求去 作為臺灣省的首任省長 卻被要求來處理所謂動省的善後工作 情何以堪 真心誠意 息息哉哉為滿台灣新興民活步 卻被責為績效不章 成為虛極化和動省的理由 身為臺灣省的省長 理應負責 臺灣省省長所需要的不是同情 而是臺灣人所需要的尊嚴和頂天立地的風格 村民已經在今天的下午正式向我黨主席李登輝先生請辭中央常委 同時也向連監院長請辭臺灣省省長的職務 審長請辭的消息震撼了臺北政壇 民間議論紛紛在一時之間 位在濟南路幽靜內向當中的省長官熱鬧非凡 大官的黑頭車進進出出 請問省長在哪裡 請問省長在哪裡 不曉得 抱歉抱歉 我想她都做得很好 是不是 她很多的可能有壓力的好吧 盡量來請她再留任 那國家需要她嘛 省也需要她嘛 省也需要她嘛 省邊也需要她嘛 大家盡量想辦法 宣布請辭後的第十天 宋楚瑜親自前往總統府 向李登輝報告他的決定 特別向總統再一次的表達 為什麼處於請求離開台灣省政府職位的這個事情 向總統非常忠實的來報告 我們希望總統能夠成全 但是總統說你不能走 宋政壇一直希望說總統要讓他走 總統我絕對不讓你走 總統非常堅定地走 我絕不會讓你走 總統說您好好的回去啊 冷靜地想一想好了 六年過後1月15號 李登輝過生日 在李登輝執政告白醫術當中曾經提到 當天李登輝在官地裡等著宋楚瑜來陪他吃飯 但左等右等宋楚瑜不但沒有出現 甚至還隨便派了一位隨緣送了盆花 這卡片還是由幕僚所代書的 如此的態度 讓老人家大為光火 李登輝後來很生氣說 不來就不來嘛 還派個幕僚來 幕僚來 而且說給我寫個祝賀卡片 亂七八糟 讓花店的人帶寫 對我完全不擺在眼裡 哇 這對李登輝也都是很大的污辱 我後來問了宋楚瑜 她說哎 喜平啊 什麼花店人帶寫卡片 卡片是萬水親自寫的 你可以查對筆跡嘛 什麼幕僚送的 她說我告訴李希平 萬水親自送去 那個人員 連大門都不會讓她進 在門口接了花欄 就把門關了 是我不禮貌 還是她不禮貌 一場生日宴 李宋兩人在多年之後 都為自己抱去 宋楚瑜感到 憤憤不平的 可能是為什麼在李登輝的權力布局當中 她永遠排在連戰的後頭 當時的打天下都是我跟你一起 所有慘烈的局面都是我們一起公共度過的 那麼在宋楚瑜的心目中會認為說 連戰只是因為她家事好 她風平浪靜 因為連戰都是在政府的路面 那等於是她在家裡看家一樣 幫你朋友看家 那打仗的那部分 戰功是我打的 但是到最後 你卻只把我宋楚瑜當成是你的愛將 而你真正的心腹 原來還是你想要栽培的那個連戰 所以這一部分 宋楚瑜是始終不明白也不平衡 洞省洞住了李宋兩人的關係 省長的辭城擺在那兒沒人批 看似進退為虎的情況之下 宋楚瑜她不愧是身經百戰的大內高手 寢辭待命她把燙手山芋丟回給了國民黨 請行政院在今天明確的指示 處於離職並且宣布依法辦理補選 如果今天中央的長官沒有做指示 本人從今天開始會要求省府的同仁 不要再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 處於會專心審政到任期屆滿為止 既然已經把人家動掉了 還是要給人家一些喘息的機會 而且對於宋勝長個人的一些心情 我絕對可以體會也可以這個理解 所以不要趕盡殺戒 就你宋楚瑜來講 雖然當年幫了我這麼大的忙 但是你宋楚瑜不要忘了 我既讓你成了國民黨的秘書長 而且後來在你這個選舉失敗的時候 遭到黨內劍拔打擊的時候 那時候反撲的勢力這麼大 我還排除萬難 讓你成為官派的省長 最後我還順勢讓你成為 台灣四百年來民選省長第一人 這麼大的容寵跟回報 我已經還你了 你還叫什麼 就這樣子宋楚瑜請求待命 直到1998年省長任期結束 兩年過後 身世如日中天的宋楚瑜 他執意要參選兩千年總統大選 遭到了國民黨 開除了黨籍 這個台灣黨是社會的 我們很贏的 很贏的 總統說他全世界最愛的兩個人 一個是他的孫女兒 一個就是我 所以啊 總統說他很愛我 我怎麼在街上現在 都在街上好聽 總統說他沒有用啊 這個社會的良心 和社會的道德 為什麼最壞越來越壞 我不得不說 李登輝先生要付最大的贈 1998年的時候宋楚瑜的聲望 高到不得了 那時候所有做的民調 做出來都是宋瑜要選擇的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要開放給那個 民選了嘛 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李登輝認為說他在後期已經 就還給宋楚瑜了 但是這種好像政治父子 父子的這種反目 大部分的人都會一個同情弱者 而且宋楚瑜那時候 形象真的很好 情真愛你 然後很努力做事 各位鄉親 一直到現在全台灣的民意 看到今天在高雄的這個聖誕 我們還是始終第一好不好 眼看著聖誕在往去 沒想到半路殺出的心跳案 重挫了宋楚瑜的青年形象 最後以31萬張票之差 敗給了沉水點 2004年 区区副手連送出擊 換成了兩顆子彈來攪去 2006年 宋神掌他的封刀之作 再戰首都 結果卻是慘不忍睹 宋楚瑜的確創造太多的政壇的驚奇 他一身在全力電擊跟葡萄中翻滾 打出自己的天下 所以他這一生來講 雖然最後的這個結局 應該很不滿意 而且是相當的令人有爭議有惋惜 但是他絕對是轟轟烈烈 寫下很多紀錄的 在這邊鄭重的宣布 宋楚瑜正式退出台灣的政治 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諸位 謝謝我接受民眾對我的這個決定 我會快快樂樂的 然後呢 瀟瀟灑灑的 陪萬歲走我未來人生的道路 宋楚瑜他經常把天道酬勤這四個字掛在嘴邊 勉勵自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但令他感到遺憾的恐怕是 最後的結局並非如他所願 究竟宋楚瑜的真正生涯已經走到盡頭 還是未完再去呢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火上邊翔 再會 週末 我會有趣的 請稍稍在 您靠你 休息一下 我們可以把我使用 促懷